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丛丛 又来到我们一周市场回顾与展望时间 今天是3月27号2020年 我们这个视频已经有5年时间 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抓到美股的方向 然后如果你有觉得这个视频很好的话 欢迎大家转发给你的朋友 希望这样的一个基础知识能够补及给大家 另外能够帮助需要的人 免得声明在这地方大家自己看一下 另外我们欢迎第一次收听收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我们每天都有早安点位 以及盘后小节都非常到位 所以非常欢迎你来参加 我们有微信的QR号码 大家可以扫我的号码 以及Nine的群 还有点书 如果你有其中一个群的话 给别人机会 那就不要参加两三个不同的social media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大长期趋势 那仍然是下降趋势 那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希望这个是大家 如果是在这个定期定额的 继继续定期定额扣 然后呢 我们会有一段 预期会有一段熊市的周期的时间 那目前为止经过一周大涨 这个观念 这个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那长期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情况 那另外呢 中期 我们也是希望 大家在周线第二腿再做多会比较好 或者是有出现 higher low或者是low low的情况会比较好一点 那即使说这一周上涨非常多 但是呢 还是在一个非常强烈下降趋势 需要有这样一个震荡的时间 来换取这个空间会比较好一点 短线的话呢 能然就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如果你在一个区间 比如说标普2200到2400之间的话 是一个震荡区的低位 那2600以上到2700甚至2750 有一点机会2800 但是呢 这是一个震荡区间的高位 那你在低位买高位卖 这样比较好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是就是这样一个震荡 你在高位 觉得说这个指标硬转好了 买进 可能隔一个礼拜或隔几天 有什么全部杀下来 那就会比较稍微辛苦一点 所以呢 在短线上的操作原则是如此 看一下我们的图 目前为止是3月27号 也就是下周还有几天的时间收月线 那这个月线基本上是一个长 这个大跌的一个 这个月线是确定了 那我这边 之前有讲过说过去20年的标普图来看的话呢 这个只要是穿过这个55月线呢 他都会一般都会收腿 然后所以呢下周的话 基本上是有可能会收正 下个月可能会收正 但是呢 只要碰到这个下降的 这个 8月跟21月线的时候呢 等于说容许大盘 有一点点反弹 我们这边来看就是 如果以2001年的情况呢 他基本上是 一个月两个月的收正反弹 然后之后就下去了 这边的话是 2008年的话是收腿 但是还没跌完还会测试底部 然后呢一二两个月 然后再三四四个月的反弹 总共四个月两下两上的一个反弹之后 然后下去 所以呢 我们来讲的话这里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下降趋势 这个联储呢 放大水 还有这个 这个stimulus的一个plan 这都是主要是救急大家直接的生活的需要 比如说这个比较穷困的 或者中低收入水平以下的 他们需要这个钱 能够最直接帮助到经济 能够消费 那所以呢 有这样一个帮助救助的计划 但是呢 我们看技术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这地方 就是说当然震荡区间很大 然后这个月线的均线开始在往下降 所以呢 这一段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阵幅 我们看这现在这个月线的均线是2870到2935 那所以呢 这个还有很大空间 我们当然现在还在262500 2550的附近 所以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区间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跟历史来效法的话 我们如果长一个长的月线呢 有可能下个月 能然在这个地区间震荡 就属于上区间震荡 或者是下区间震荡以后 反弹 然后呢 再找到这个下降均线 然后再下来 所以呢 个人来讲 我是觉得说 很多人在群里面啊 在很多地方 发生说啊会有一个 什么V型反转啊 然后怎么跌下去 怎么V上来啊 我是觉得说 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均线力学啊 那当然这个市场是有很大的一个力量啊 因为是疫情嘛 可能很多人觉得是疫情啊 可是呢 疫情影响很大 非常大 你看这么大一个discount 那可能会 就是说 辗转修复好以后 还是有可能会上去啊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是 非常类似以前的这种 所谓的熊市的走向 所以呢 我们还是 第一优先 还是要先用熊市的思维去考量 但是呢 我们不 就是说 心态不会说 是弹性的 不能够说啊 我们就是历史 只会照以前走啊 就是我们现在 只会照以前历史的情况走 而不会有任何的反转的情况 我们这边注意一下反转 就是说 如果它能够很快的收起来 然后再做第二腿上去 那可以很好 或者说 直接反弹上去 然后呢 再回撤一下 再上去 很好 可是呢 目前为止 距离非常远 要记得 能够从底部弹百分之十 这个历史上少见 能够再重复一次吗 很难讲 第二次第三次 这要很快的往上涨 才有办法 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 所谓的大幅的震荡 然后之后修复上去 时间拖越久 这个均线线越下来 就会越来越像以前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来看 反弹的时间跟速率 来看以后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提醒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周线图 周线图的话呢 目前为止 我们上周总共就是 涨了这个百分之十 那这个涨幅不所谓不大 非常非常巨大 那当然是因为之前跌太多而成的 这个有人说 涨百分之十 可是其实是从顶点到最低 跌了大概百分之三十五的样子 那反弹出来的 离目前为止 都还是在从顶到底 这个从顶跌下来 我们现在虽然recover百分之十 可是呢 还有大概百分之二十 左右一个空间 所以呢 还是一个熊市 还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下降趋势 那这边讲的话 我这边给大家勾勒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没法预测说 下周一定会怎么样 或者下周一定会怎么样 或者说明天 就是说周一一定会怎么样 那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区间参考 那市场怎么决定 我们市场怎么决定下一步走 我们不知道 但是市场在走下一步走 下下步走 下下步 步数走多了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 它大概一个倾向会是怎么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是根据历史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来 还有这个所谓的均线 以及这个整个技术的一个支撑跟阻力 我们来判断一下 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为止呢 就是说这个周线 非常超卖以后 整个疏压了 就是反弹起来 就是relief的rally 就是疏压的一个反弹 然后呢 通常这种情况 这么大的一个超卖 通常起来之后 还会有第二只脚 所谓的产生抵背离 很少有直接上去的 你说这边有直接上去 是没错 超卖上去 可是它是在一个上升趋势的均线 所以呢 这个可以不用抵背离 但是呢只要是下降趋势的 至少要有抵背离才会有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那另外呢就是说 呃这个可以反弹 大概两到三周没关系 但是呢最后还是会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过去几年的情况 这个这个2015年的年底 那这个收正之后 底部收正 我们这边有两根 这个两根周线可以 配合一个收阳的一个均线来看 那通常这么大一个反弹 很有可能隔周或隔几周 还会在区间震荡 然后呢过几周再探个底 不一定到最低 但是至少是high low 就是非常接近低位 然后之后才开始发生反弹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估计一下 就是说他这边有几个运力节奏要注意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高位震荡 在这个之前收正的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去震荡 然后呢碰个低位再上去 高位低位 那高位自然要减仓 低位呢就是要这个可以做这个区间 这个一个一个swing trade 那所以呢之后才会上去 上去之后你看还会再下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就是盘整盘整的之后跌下来 然后呢做了两腿 这个其实是两大腿里面的两小腿 我们所以说这个几腿几腿一定要讲清楚 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好多人 千人数千腿 这个一个人看两腿一腿 到底是几腿 那个时候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周线级的 周线级或日线级的 我们不讲小时分钟的 这个太小了 那所以我们来统一规定就是说 在这地方 这周线级的 就是一个震荡 然后呢之后才会 两大腿 就是一小腿 这个结束 然后呢变成一个 一个腿的这样一个结束 再下来才是 这是2015年16年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稍微久远一点的 只要是跌落这个均线 让均线走下来的这种 所谓的恢复的一个行情 都需要两腿 你看这边也是一个情况 对不对 2008年 碰到这个地方 碰到这个八周均线 然后呢又下来 然后呢 这地方也是碰碰碰 然后呢支撑不了 然后呢再反弹多一点之后又下来 那这地方也是大幅下来 然后碰到这个八周均线 然后呢又下来第二腿上去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一个一个看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如此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八周均线是2816 那我们看一下拉近一点 这地方八周均线在哪里呢 在这个大概是2816 也就是50%的反弹 顶底50%的反弹的地方 所以这是它最高极限 反弹最高极限 如果说这边拖太久啊 那这个它这个下来以后 可能就不令人反弹那么高了 可能最多到这个2650 就是我们这周的高点 也差不多在2650附近 那所以呢 这两个区间是一个估计的一个震荡上演 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市场会怎么走 但是我说常常说要观察 观察再观察 我们这边先看啊 你看这个均线大幅下滑 所以呢已经很难有一次V上去了 这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可能再V上去 我们也说啊2018年 2018年是因为有两腿 是因为有就是两腿以后才有造成的情况 那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条件啊 所以非常非常难啊 即使有可能百分之0.1的这种几率啊 那我们一般可能会经过这种情况 OK 好这种情况 那当然好一点的话是 两腿这样子折一折之后才上去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需要一个 如果不中跌不走熊市 需要有在区间一个充分的整理之后才有办法转上去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如果算波浪的话呢 就是说有可能在这个这周的高点 有可能就是高点已经差不多有了 然后下周的话可能会稍微拉回 拉回的话呢 大概就是介于在我这边有给大家一个区间 就是说应该会保持在2400跟2200之间 可能在这个区间的上沿 或者是说甚至跑到2200附近 那就在这之间会有一个拉回 然后呢就是整体还是一个震荡 震荡向上 然后呢高位的话呢 如果说比如说下周继续的往上涨 那或者说不太跌 然后往上走的话 那大概就是到2600到2700之间 够强的话可以摸到2800 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区间画出来 大家自己做个参考 在交易上面在任何 就是说这个 这个做多做空 这个参考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能 是可能它下周会有些稍微有些拉回 拉回之后呢 大概2400或2400多一点 然后呢再往上走 然后呢到比如说2600到2700之间 甚至到2800之间 做一个第一波的一个反弹 之后再震荡下行 然后做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看的那些底部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我刚刚讲的如果拖越久 这个横向空间就要越长会比较好 一次V上去是非常非常小的几率 因为上面有太多的这种卖压 这个一下就会被人家take profit下来 所以基本上虽然有很政府的这个无限制QE 或者说其实它那个周五也是有讲 那个联储下周可能会减少这个QE的强度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尾盘就杀下来 所以这都是有这种原因跟理由在的 政府它就算救 但是也没有力气 能够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钱 对击对击马上就堆上来 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 当然离均线还很远 所以反弹还是有机会能够再往上走 但是呢我自己看一下图 max最大大概就是280左右一个区间 好我们看一下下周的小时图 基本上就是有大概这样的概念 就是可能会再上去一点 但是呢终究可能要下来 然后呢大概在2400附近 然后呢Pullback再上去 看一下其他周线图 我们很快后面就是看一下图 因为基本上都大概概念上差不多 QQ这个是它的阻力 在我画的红色的地方支撑 当然不一定会下来那么远 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下周也会稍微有一些Pullback 看着标普来做其他的指数 大概大致上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注意到这边就是说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 掉很多嘛所以强烈下降趋势 那顶多会走出这种所谓的密集的这个卡住 然后呢再下一腿这样才能够上去 这个是QQ 然后呢道琼也是叠非常多 长看起来很多 但是呢也是一样他们 这边如果不能够很快涨上去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盘长区间 到最后还是会被推下去 如果推下去就是熊市 如果能够很好的充分整理横盘整理的话 那就可以上去 那这地方就是我回头讲一下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就是说只要你在这边横盘震荡 然后呢上去上不去了 那就会开始滑弱 那这个就是开始比较厉害的熊市 我们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在这边我们都还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呢我只是说根据这种跌法 基本上会有极大几率走向熊市 熊市不是代表说不会反弹 就像我上周录了熊市的一个条件 我并不是说还会看一只跌 但是我看未来会有几周的盘整 盘整得好 有机会上策下策然后最后走出这个熊市的阴影 但是呢也有可能碰到这个所谓的Kiss Buy 这个轻一轻然后就下去了 那也是有可能的 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各大指数 IWM这个小盘谷跌非常多 然后呢你看离这个局限非常远 那这个也才涨那么一点点 所以呢需要一段长时间的盘比的一个行动 那目前为止看这个什么形态都其实都不深 所以如果要起来还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力气才有办法 看一下SMH是比较强的 这个半导体板块 那目前为止就是说也是反弹碰到这个阻力 那我们也是看有可能稍微再涨一点点 或者是说开始有一个pullback 至少要有一个底背离之后才有利于之后的上涨 XBI是深化板 那它这个基本上也是有同样的情况 就不再多说 那恐慌指数呢还没有掉下来 恐慌指数还在这个65的地方 这个50到60之间徘徊 目前为止有几个区间 如果还保持在50之上 基本上还是一个大震荡时间 大盘还是会有很多的 就是一下子就是忽上忽下 那真正大盘要稳定 是在20以下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离这还远 然后呢这个MACD有稍微下来一点 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肯定下来 所以呢市场还是有保留相当的恐慌 还是非常有可能会有去 稍微下来一点之后震荡 还是会再凸起来 可能是high high 可能是low high 但是呢大盘可能会有机会再度探底 所以呢恐慌指数不需要慢慢的消下来 才能够让大盘顺利的慢慢的往上涨 那美元指数也是非常的波涛汹涌 这个上周大家涌入买美元 这周反而掉下来 那目前为止看起来 美元还算是bohlish的一个 因为涨太多了 通常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回撤 那这边如果说下周没有继续的想下跌 这边盘整的话 那这个形态就还不错 那如果说这个再跌下来到97 98以下的话 那就可能是一个奖突破 那目前为止是一个 就是看下周是不是一个bohlish的一个consider day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高位盘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原有还是非常差 那这周继续下跌 下周有可能会收正的机会 但是呢即使收正还是不代表说 它不会再继续下跌 你看这边有一个收正的对不对 然后呢继续跌 收正的继续跌 那你说跌5个跌20对是非常低的 但是还是有继续的下去的空间 因为毕竟趋势还是很差 那如果要能够走好的话 我刚刚说过要有这种 周线的双底 对不对 差一个比较好的反弹 趋势太久反弹完以后还会再继续跌 所以原有你说要长期觉得它便宜长期 那我就是说它我不知道这个能做到哪里去 因为毕竟都是一个下降趋势 你看这边下降以后 然后呢好不容易反弹 对不对 然后呢你在这边抄底 你也没真的涨到哪太多去 对不对到最后会下来 这是周线级的 所以并不是那么好做 那所以而且加上这个原有的 原有ETF呢从来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ETF是没有转仓耗损的 所以就说ETF在原有的ETF 基本上都是有那种耗损的 不管是一倍的两倍三倍的都有耗损 所以标的来讲是不好找 那你说买股票呢 我们来看一下XLE 是不错啦 这周涨了12%也是算不错的 但是它这个超卖 所以你看超卖不代表说就稳 对不对 你看这种情况都需要有什么背离 你看会不会我们这一根就在这里而已呢 对不对 会不会只有在这里 说好吧了不起涨了几周 会不会只有在这里呢 又再下去对不对 所以呢这需要很多时间 做出一个底才有办法往上走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的底 你说会不会V上去 当然是有可能 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 非常少见的 所以呢我们是要看比较多几率的 还是像这种 有底背离 还是比较少几率的 你看这边上去之后 最后还是会下来 对不对 所以呢V上去到一个阻力 不行还是会下来 目前为止我宁可看到这边有整笔的 那再做多会比较好一点 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好几周的时间看到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非常的震荡非常厉害 这个上周可以从这边跌到 这个170 跌到15 1400 1475 这周又可以从 1475又涨到1650 所以震荡非常大 那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样 这个箱形震荡 高了就出了 那低的话再买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的建议 OK 我们来看一下GDS 也是震荡非常大 这种东西最好都不用三倍做 你如果这个踩点没有踩好的话 那这个套柱又不肯出来的话 那这个转仓耗损会让你受不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个股 Apple Apple 那个 基本上找到一个支撑位 那记得上面有一个反弹的阻力 那我们能然也是就是说 既然周线已经下降了 那反弹都是稍微要注意 让它除非你底部能够整好 比如说我们希望反弹之后能够做个双底 这样比较有一个成像空间 会比较有力上涨 或者的话 就是也是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盘如果你要玩反弹的话 我个人建议还是走 比较找这种比较趋势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股票 涨比较有力 而且跌也不会跌死 那当然向上趋势的时候 如果跌你又不懂止损 你会跌死 但是至少目前为止 这个Apple Amazon Facebook 或者是Microsoft 都还不是很糟糕的股票 那波音 大家会看一下 这个需要很多盘整 虽然说 这周涨了70% 但是是因为 上周跌到快要废掉了 才涨70% 所以呢 不能只看数字 哇好棒 可是呢 看你从哪里买 如果你是在200块买的话 那你这个就没有好棒的感觉 那啊 赶快上来 不然被套牢了 那这种 要看你切入点的地方 而定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Apple 或者说比较稳定的时候 都还是可以做到 因为它还是有上涨空间 因为它有它的 优良的 这个 这个条件 所谓优良的 这个 Fundamental 条件 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 那我们看Amazon 它 算是这个 表现不错了 还没有完全 碰到下降趋势 但是还是要小心 这地方是有阻力的 那我们看下周大盘是如何 来走 然后呢 来决定 它到底本身是继续强势 还是说只是一个假象 到最后又滚下去 我们关注一下 波音看一下 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 头肩顶 顶 然后景线掉下来 钓到之前的盘整区 非常technical 非常到位的技术 然后呢 这个 跳起来就是反弹 目前为止 就是说它是一个 还是一个死猫跳 所以呢 能跳多少周不知道 但是呢 一定要有一个技术支持 就是说要有底背离 目前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还不 只是一个反弹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底 还不知道 所以需要看到 这个 这个几周的反弹 上下的一个 才能够知道 Google也是一样 找到支撑 跟Apple一样的情况 需要再过几周看一下 这边比较稍微差点 比Apple弱一点 Apple是跌到这附近 对不对 在盘整区的上面 Google是盘整区的下沿 所以强弱有别 Netflix 没突破 所以也没跌破 所以还在一个 三角区间整理 它是一个比较 这一次下跌挺得比较好的股票 Microsoft基本上也没太大问题 只是说它已经又回到均线之下 所以呢 估计会有这种所谓的盘整 所以我们过几周看看 主力在这地方 也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留意的一个位置 NVDA就非常的强势 对不对 到底之后 然后呢反弹 所以像这些我 今年第一周第二周 讲过股票 都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这都可以关注 这个抄底啊 或者是说大盘 你要做个swing 这个盘整区间 上下晃的时候 这种股票就非常容易做 也不怕风险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去一周 大盘大涨是涨到谁去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indication 我们用六天好了 六天 过去六天 比较纷乱一点 那因为有上有下 但是呢 大概来讲 冠军的是 healthcare 就是 不是healthcare utilities utilities 就是 这个 公共事业 然后呢 这个 绿色是什么 real estate 然后呢 蓝色是industrial 然后呢 呃 比较就是 呃 这中间就 后面就不管了 那这个 紫色是谁呢 staples 呃 我们再看近一点的话 就这四天的反弹 谁比较强 哈 我这边可以看到是 呃 三天的话呢 是health 呃 这个这个utility 比较强 然后呢 rural estate 那utility rural estate 是什么 是比较属于保守板块 对不对 有那个dividend 然后呢 这个 xlp 就是staples 也是属于就是 算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 稍微 就是说 再来第四个是 啊 那个 hightech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比较 either high tech 比较领先 或者是大家资金就跑到 保守板块去 所以呢 目前为止还是属于就是说 呃 这个属于反弹哈 是炒这个 呃 这个所谓的 大家资金 多点到这个 保守板块去的情况 比较多哈 还有几个 比较厚 比较好的个股 所以呢 呃 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 知道就是说 并还不是一个全面的涨 啊 还是有一点分别 我们是以这个 smp是做这个benchmark 啊 来看的 所以呢 大盘有涨但是呢 涨领先的板块是这样子 所以 呃 能然哈 这个energy还是属于倒退的 还是属于落后的 所以呢 呃 就说不要去炒油的原因 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 呃 XLU 上周涨了 百分之十七 大盘大概百分之十到十二左右 大盘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另外呢 呃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 TESTA 这个是XLP 啊 这是real estate 啊 real estate涨了十五% 啊 这还是相当趋势啊 但是呢 反弹比较强的 呃 另外呢 好 看一下上证 好 看一下上证 上证 上证的话就是 呃 这边有个底背离 很有意思 所以呢 上证有时候跟世界的股市走的 走向不太一样 所以呢 看一下这个底能不能hold住 它有一个反弹 这是 对于 这个A股 上海A股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TESTA TESTA的话就是说 上周在 55周均线上面有反弹 finally eventure就是跟上来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反弹 那 目前为止还是相当趋势 我个人感觉TESTA应该是 会在这地方 区间在这地方 就是大概来讲 是一个震荡 然后之后 再看看市场的情况 往上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们到时候再来验证 过几周再验证 OK 好 那我们今天 视频 就 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那我们到时候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了 我们下周见了